Hello大家好,我们山东通达拖车支援郑州了,辛苦了 郑州我们来啦,加油 近日河南的暴雨灾情牵动了举国上下人民的心 大一个的儿媳陈亚南的支援平台晒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他站在山东曹县支援河南的某拖车队伍前为大家送行 说大家辛苦了,只见他身后拖车排成了长长的一列 支援者们拉着横幅准备出征 由于陈亚南本人画着精致的妆容 而且在镜头前一直面对笑容 被网友批评不够严肃 由于他在配文中说到 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也被质疑自己没有支援河南的举动而是在蹭爱心 范范看到,这和陈亚南的老公朱小伟 也就是大一个的儿子没有在视频中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在后面的队伍中 据范范了解,朱小伟和陈亚南这两人的感情一直不被网友看好 原因主要是朱小伟显得比较老实 而陈亚南看起来十分精明 两人结婚后,夫妻借着大一个的热度开直播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范范觉得,精明也要用在对的地方 如果真的只是蹭爱心那就没必要了 大家觉得呢